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能从我的文字和声音里找到一份温暖,一份宁静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 不管夫妻还是情人,关系再好,也不要伸手要这两样东西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标题是 伸手要的糖和主动给的糖,味道是不一样的 确实,在感情里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事情 伸手要的和主动给的,背后的意义截然不同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不用你开口 对方就会把最好的一切主动给你 相反,你伸手要的,要来的只是施舍和卑微 所以,在感情里,不管夫妻还是情人 关系再好,也不要伸手要 尤其这两样东西 第一样,爱 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 但相同的是,真正爱一个人时 很多事情是情不自禁的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 自然会忍不住地关心和在乎你 不需要你伸手去要 因为对方知道爱,是主动,是给予 反之,当一份爱需要你去开口 需要费力去得到 这样的爱只能说是虚伪的爱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在一段感情,不怕对方没有 就怕对方有 却不愿主动给 不怕对方不爱了 就怕在一起,这份爱还需要伸手的去要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 爱情也一样 伸手要来的不真 主动给的才暖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感情里,主动给的才是爱 伸手要来的是施舍 两个人在一起 如一切都要你开口去说 伸手去要 这样的爱情已经变了味 这世间没有什么能够靠怜悯和施舍 而获得幸福的 爱情更是如此 真正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并非建立在伸手去要的基础上 如爱要靠伸手去要来 变成一场施舍 这样的爱已失去了真心和真情 也失去了爱的意义 因此,在感情里 不管夫妻还是情人 千万别去伸手要爱 想给你的人自然会主动给你 不用你刻意地索取 不想给你的 你伸手要来的也是卑微和伤痕 饭要和投缘的人一起吃才香 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甜 真心主动给你爱的人 才配得上你的余生 记得 感情里只有主动给的爱 才是我们要的爱情 第二样 礼物 昨天群里的一位朋友私信问了我一个问题 过几天是我生日了 我该不该向对方要生日礼物 我回复他 礼物 主动送的才是心意 要来的是东西 对于朋友问这事 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但礼物一定要人家主动送 而不是伸手要 如 礼物是要来的 那只能说你要来的是一样东西 而并非是爱和在意 的确 作为恋人还是夫妻 平日的节日 尤其生日 都想收到伴侣为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真情和爱意 作为对你满眼是爱 心中有情的人 同样也一定会主动为你精心准备礼物 精心为你挑选礼物 主动送你礼物 因为每个礼物都代表着对方对你的爱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礼物无关物质是对方的一片心意 也表示对方在乎和重视你 爱你的一种表达 但是 这要对方自愿主动送 如果不是对方自愿主动地送给你 那就算了 因为要来的比没有更可怜 一件礼物不仅仅是一件物品 它背后承载的 是一个人对所爱之人的真心和诚意 真心爱你的人 为你付出 送你礼物 是一种本能 不用你提醒 对方自会主动地 给你准备浪漫和惊喜 而一个不会主动给你送礼物的人 不是不开窍 也不是不懂浪漫 只能说是对方并没有那么爱你 在乎你 交往之中 对方若主动地送你礼物 你就好好收着 不送 你也不必伸手去要 不走心的礼物 得到了也不会有幸福感 真正好的感情 是情不自禁的爱 是心甘情愿的给予 因此 不主动送的礼物 不要也罢 要了反而欠了人家一份人情 心堵的话 感情里 爱一个人没有错 就怕错爱一个人 一段情 爱得死去活来 也不要紧 但千万别爱到卑微和怜悯 好的爱情 一定是对方 愿意主动地为你付出 而不是需要你伸手去要 要知道 要来的东西 到最后 还是要还给人家的 只有主动给予的 才属于你 才能 伴你长久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 新感悟 每天 打开美丽 新篇章 错的人 迟早走散 而对的人 终将相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 attempted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